我已经给苏北的同志发去了电报 你有把握确定 方昆能让谭子军脱险吗 我了解方昆 这个时候也只有他能救子军 这批潘尼西林被截下来也没关系 只要人能安全就好 放心吧 新思军一定会拿到这批亚的 为什么 因为我更了解子军 他想做的事情谁也懒不如 否则的话这么多年 他也不可能把这个架支撑下去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等待 快点 快点 给我车下车啊 不别漏洞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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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车下车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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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禁物品 违禁物品 什么违禁物品 朋友是需要 需要 这种仇逮不着人呢 马上就有人送上门来 把货给我扣了 把人给我带走 等等 我们有特别是政府的通行证 我查的就是 你这个特别是政府的通行证 知道吗 带走 吴小姐 或许我应该叫你 谭子军小姐 先生 你弄错了吧 我姓吴不姓谭 还姓吴 我就没有两个相 我就姓李 好 自我介绍一下 姓吴 姓吴 张海特公布 李连生 我不但知道你姓谭 我还知道你前任丈夫叫关玉达 现在叫韩生 你有个儿子叫关清国 对吧 我还知道点你家别的事 别着急 等我下你 慢慢跟你说 你老家的事啊 真有意思 有些个事 我想 恐怕 不不不不不不不 连你自己 都不知道 我现在的顶头上司 你就是上海特公布的方主任 就是你现任的方主任 就是你现任的方主任 方主任 你说什么 方主任 你不想问 今天让我来拦你的 正是方主任本人 方主任有令 要去解放区的 格杀无路 我忘了 方坑杀了你 下辈子找人报仇 别找错人了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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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想 人 不想问 我不是知道 我不是知道 你 Commerce 我不是知道 你不是Windy 放往解网区送违禁药品 快请我给你算账 刘萱 旁坤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如果不来的话 你对你的人 不会活着回去的 你明白这点的效果吗 他们叫你主任 你现在 真的是特务头子 这是政治 跟我回事 不 我要做成我的事情 子群 我明白你此时的心情 但是你真的太幼稚了 那你这件事过去之后你就会明白 走 跟我上去 把枪吹 我放下 把枪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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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方主任的架势 这是方主任的架势 方主任 方主任 我把枪放下 别撤 带你的人撤 走 要命陪我这人救你的 你先救救你自己吧 你要知道 其实这些药品对我来说无所谓 这样 我放你人走 你跟我走 你确实可能吗 你肯死都不愿意跟我走吗 放行 不是主任他 放行 接到白川先生的电话 让我感觉很意外 外部省和陆军部 一向交往 但是我觉得 志天军对此很不以为然 我们军部一直认为 是你们这些自私的政客 才是大日本帝国最大的驻宠 错了 都是因为日本军方 才让乍治日本帝国 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我知道 我们的失败是无法挽回的 但是你还有机会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之所以不是现在成败寒山 就是为了在日本战败前 保住外部省在支那的最后利益 我看白川先生保护的是自己的利益 昭和十一年政变 你们黄道派的军官枪杀 总理大臣港天起见 又在保护谁的利益 陆军部脅迫天皇 发动了第二次日中战争 调节了太平洋战争 这才是帝国走向末路的根源 我是在为你们这些冒进的军人 收拾残局而已 不错我是一名政客 所以很多事情我比你们理解透彻的多 我想你也已经看到了 陆军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中 已经是轻荣之一 在太平洋战场上更是节节败退 我现在要保护的是 这场战争中的唯一的过失 我们一定到手的财富 冲过人的财富 和整的结局 失去 尼多万一 美国人需要给人承识 匡划 要保护了 失去 吝啥 请不请 报告 起来 正伟 这是我们刘正伟 刘正伟您好 谭先生您好啊 这次您保证生命危险 送来了知皮盘内心灵 可为咱心思军 解决了大问题啊 国难当头 这是我们每个人 应该做的 好 我给你介绍 一位你熟悉的朋友 黎天 请看 九叔 今天上午白川好像约了陆军部的支田 坐下 不清楚 白川跟你有关 我总觉得白川似乎对你还是有怀疑 你一定要小心应付 我知道 韩先生 刚才有位方先生打电话找您 说什么事了 别的没说什么 就让我转告您 他已经把人救下来 让王爷放心 追到了 总军 九叔 您怎么知道我到洛县了 我们的同志 接到了上海潜伏同志的消息 这个潜伏的人就是韩山 是他告诉我的 方坤在同山的问检索 放心药品也是韩山安排的 您是说 您是说玉达他 是该告诉你实情了 从满洲事变开始到今天 韩山一直在为我们共产党工作 只是因为组织上有技力 所以他不能向任何人 透明自己的身份 可是我轻耳听到他说 要派人去医院 枪杀张绍仪先生吗 那你是误会他吗 恰恰相逢的张相遇刺了 就是韩山派人去到医院吧 不得 只是我们的人迟了一个 那 那玉达他被日本理事馆吃饭 不就是因为他投靠了日本人吗 那只是一种奖项 子军啊 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 因为组织上 还要保证我们其他在上海潜伏同志的安全 这些年啊 韩山这孩子真是太允许了 这是我从他身体里取出的自然 我一直留着 韩山是我亲手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 他怎么可能真的去做罕奸呢 这是真的吗 我说了 他会伤害我 我一定会伤害我去见他 子军 你不能 就是我求求你了 我必须回去见你了 我错怪他了 子军 是 你想象不到我现在上海有多危险 你千万不能无理 你现在回去只能给韩山骗过来 你明白吗 你认错人了太太 别认错人了 这是我最好一次敲你此劝 那二年前认识的关义他已经死了 我现在是 韩山的 你真的是在为日本人做事 这事情 你必须想要解释 不错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认识任何人提交流的事情 他不要把我们的业 与我有了任何关系的东西 是不是你干的 韩山 你要是想杀他 你就先杀我 星伯在我们的 达到后 不管你别人气 不管你在做什么 你别忘了我是星伯的妈妈 你没有权利把我们分开 再说 你还有星伯 过几天我派人 想把他们的星伯接我 等星伯来了 咱们在山里面 后怎么办 听见没有 在山里面 你在山里面 在山里面 在山里面 pos拥有什么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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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见着潘先生 是 见着 最近有什么案子 上级指示 在尽可能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可以向正面抗战的国军 提供必要的情报指示 由你的星亚建国总部提供 是 组织上考虑过没有 这样一来 你很容易报了 难道说组织上 对老蒋还抱有幻想 就不怕这个 一心反攻的独裁者求过算账 我们都是中国人 现在战场上 成千上万的抗日军人 在流血牺牲 无论国共两党过去有什么恩怨 现在 大家必须站在一起 好 我接受 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渠道 和国民党方面 取得联系 这两天 重庆方面会派人来跟我们联系 我们的联络人选好了吗 还没有 我会尽快安排到 你不用安排了 我最合适 我们的联系 也行啊 万龙的事就够你忙的了 还是由我来出面吧 老远 还算呢 你就不要跟我争吻吧 老远 你听我跟你讲 和我们对接的一定会是 重庆军统战略情报处 我在新京搞了这么多年的情报工作 我出面最合适 现在上海人都把我当成大汉奸 从这个方面考虑我的安全系数 比你大得多 再说你的许鸟姐 我总不会是离不开你 战略情报关系重大 蒋介石要的是一个绝对 可以信任的情报途径 否则的话 我们的情报就会一文不值 根本就没有办法在战场上 发挥到应有的作用 看谁呢 有些事 是到了应该让你知情的时候 是 好枪法 有话就说 是 行亚建国总部的原从人 从河南回来了 在平寒铁路 他走访了第十四步兵里 然后又见了第五航空军司令官 山下卓人中将 那许诚 在许诚 见了一个皮革商人 见皮革商人干什么呀 补皮鞋吗 可笑吗 我想问怎么处理这个皮革商人 秘密抓捕 秘密押送 三天后 我要在特工总部的地牢里见到他 小小 你说 白川武则这么性命在他身边从来容不下一个中国人 唯独原从人出败啊 我 这么说过 那你说 那你说 原从人和韩山是怎么容下白山武则的 对 这个事真是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难道 主人是说 原从人是韩山的同行 可他俩 一想不合这近人皆知啊 哪有三个鸭子 跟李队长 可是曾经已珍藏向队 现在 不合不进 说下很大改 说下很可哭 只要能够证明 原从人跟韩山是同党 那么除掉原从人 就可以了断韩山 除掉原从 就好 断了韩山的实质 明白 李队长 明白 我一定尽心切地 帮主人完成断织计划 太棒了 太准了主任 快点 大个主任 主任 杀老板来庭 说跟共产党的情况的事情 又能处理 剧皮的事业由你自己罪 肥罪已经平易了 主人密店 主人啊 主人 重庆密店 氏 呃 寧儿 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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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这 下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兴亚建国组部 原出了有风险 没想到 上海特工组部 方坤方主任 我也是接了你们的 不敢 郑民说找我有事 没想到是袁先生 这么负责情报的联络员 原来是袁先生 我还以为是你呢 你是重庆方面的联络人 委员长觉得我最合适 袁先生和我见面 他没告诉你吗 你放心 袁先生的事情 我会保守秘密 再有 白川现在不在上海 陆军部的人 对你们虎视眈眈 你一定要相信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不是 我想让你转告袁先生 以前我们无论有多少恩怨 这回我欠他一个人情 真的 欠袁先生的人情不重要 只希望 你们不要亏欠国家和人民的就行 我觉得 你对我们的骨骑真的是太深 就是弱势 希望我们提供的情报 能帮助国军将士 在前锋大人上仗 赢得这场艰巨的战争 这是我们所有共产党人的愿望 我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卖皮货的商人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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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他 其实我说的 先查明袁从人是不是更难倒了 那我再进行下一步怎么办 这点我知道 不过李处长你要知道 我们陆军部和外务社关系很微妙 对于白川先生我很敬重 而且他也向我示范 这次行动一定要握有大量的证捧 无论是韩申还是袁从人 对你我都有好处 我安心这天 你敬重那个白川回国了 现在战局这么乐 能不能回来天都不晓得了 现在只有相信我 快点走 走 啊 嗯 啊 啊 啊 安事没有什么想说的 对吗 我这里有你所有经过的问询所的记录 四月份 玉香贵战役打响之后 你从洛阳到了长沙 然后又从长沙回到了许昌 你并没有在做生物 而是在做记录 新亚建国总部的原从人 建国面对吧 我喜欢一个新人 邵主 这个人枪还还没好 如果再谈话 你妈真的会被打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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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主任 重庆的方面 有没有返幮合这位消息 这个情报果然是准确的 重庆方面 确实低估了 衡阳和广西语东 日军的数量和装备 日军二十三军的 一零四师团和二十二师团 还有独立的 第十九和三十三旅团 正从广东向广西进发 另外还有第三十三旅团 从雷浊半岛北上 占领荣县之后 向贵平地区进发 这个打法 真不知道弹过的军队 能不能扛得住 伪作的命令是 打不赢也要打 不过这次 如果没有袁聪仁提供的消息 国军怕是要吃大亏了 袁聪仁是我除了寒珊之外 第二个佩服的共党分子 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强大 对手 主任 您说的对手是 日本人还是共产党 都一样 如果每个共党分子 都像寒珊和袁聪仁这样的话 那么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谁 主任 李连生求见 主任 那个皮革伤人给抓了 人在哪儿 县兵司令部的秘密行军势力 石田医老正在审的 主任 主任 属下有一事不明 想请主任施下 说 听闻 那个袁聪仁是马关键人的 刺史抓的 又有点不合适宜 说 你果然相续灵通啊 对 你知道 将来和我们争变下的 是谁的吗 我哪知道 该路轩源已经发布五个月了 日本人现在是强弩之末 我猜想他们滚住中国 最晚也不会 到今年的冬天 他们走了之后 中国只剩下两股市 你是说的 中情 南京 南京 让来真够研究呢 南京 南京 能和党国争天下的人 只有共产党 苏家 没明白 没听明白 苏家愚钝 愚钝 你是担心你自己的前途 反正你连生在重庆 南京 游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咱们这儿还想走得远一点 咱们去 燕燕 主任 连生对主任 绝无二心 乖乖听我的话 我付给你一个方便的钱 是 连生一定忠于主任 不等到 再送我戏 提供商那边有什么消息 通知我也是去吧 是 你 日本那个人事变动 正是白川行贵的大好时机 他回东京之前 从万龙公司的账户上 转走了一部分资金 为了不让白川 把更多的资金卷走 韩先生已经开始分散莫斯科 人民银行户头上的美元了 开讯吗 财务上的事 我是外行 但是一定要记住 这些都是 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 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笔疾款留在中国 这个我知道 可是韩山的这个办法可靠嘛 白川要动钱 韩山就把资金转移 虽然白川现在没有在上海 但是他一旦回来 能放过韩山了 这个你就不用多问了 总之啊 今后凡是生意上的事 一切都按照韩山说的吧 好的 我明白了 好了 你先去吧 有事咱们再随时沟通 知道 江主任 有事 袁先生 这是日本陆军在华南 最新的战报和调动情况 我找了一份 好 专发一份给外伙生 接着留点 是 袁先生 还有事 我找还有一份 从苏联发来的迷点 这份迷点还有谁看过 除了接受的电报员 只有我 我过问他说 绝不能投入半个字 你做得对 对份迷别 一定要严格保护 可是袁先生这 好了 不说了 你先去吧 我先去吧 我先去吧 好 好 我先去吧 杭辉 杭辉 认识袁宗人 袁宗人 袁宗人 大家一声 我听不见 认识 我知道 我已经全说了 我还需要你再说一遍 我 我和袁宗人 总是 我只是担心了 我 也会把我应该先 结果 把黄河以南的消息 打擦 给我 安静政务 的消息 以及 你们日本人的 情像计划 然后 你再把消息 送到共产党的结果去 鱼 鱼 鱼 袁宗人的同伙还有什么 他们都在哪儿 我不知道 我知道 韩山 这个名字听着二手吗 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和袁宗人 知识 倒是担心了你 这遭伤害 也许 也许 还要 也许他 也许他人 喂 喂 救活他 我需要他活着 邵总 现在他已经招了 为什么不干脆抓人 抓谁 袁宗人 韩山 他们两个 是白川副领事的左膀右臂 抓他们 就相当于跟外务手翻脸 我要抓他们现行 他 必须给我救 我刚才说的 都记住了吧 我知道了 江主任 以后的事情 就靠你了 我明白 就算剩下一个人 也不能停止向战区和严谨 去发送消息 日本外务省 已经熟悉了我们的发报规律 暂时不会引起怀疑 从明天开始 凡是有关这次日军内陆作战的情报 一律采用通用商业编码 通过万龙公司的商业电台发送 具体术语 由韩山同志 以货物的名称 装箱的重量代替 是 好江主任 你去休息吧 这是下边的工作安排 有关韩山的 请你带我向他转达 你就不能想办法离开上海吗 日本人不是傻子的 我一走 就等于不打自招 这的人就全都得撤离 那也就意味着 新亚总部这个潜伏在日本外务省里的情报机关 将彻底的消失